大家好 这里是GF科技视角 今天继续跟大家聊一聊TikTok 今天主要给大家展示TikTok在美国运营的一些关键的数据 以及这次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封杀TikTok的法案里头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内容给大家展示一下 之所以今天晚上想展示这个呢 是因为我今天看了王局有关封杀TikTok这个情况介绍的那个视频 当然内容总结的相当全 但是呢 中间有一点股权相关的信息 我觉得是不够准确的 所以呢 这就是让我想起来是不是要把一些关键的背景信息给大家介绍清楚 因为实际上虽然这个事情已经发酵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其实很多背景的情况 比如说TikTok在美国大概运营成什么状态 然后美国社会尤其是有关资讯方面 到底有多大程度上受TikTok的影响 以及这个所谓的封杀的法案里头一些关键的细节可能会对未来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转机等等 我觉得都是需要我们把细节拎出来给大家展示 大家可能才容易理解的 所以今天晚上做这个内容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有关所谓的封杀TikTok的法案的PDF文件 按道理来说呢 按我以前的习惯早就会把这个文件拿出来给大家一页一页翻 把关键的内容给大家highlight出来 但是因为前段时间太沉迷于坐在沙发上跟大家聊天了 所以呢 也就没有及时的这个把最一手的信息给大家展示出来 这边道个歉啊 这个不是我的style 以后还是要穿插着 有时候在沙发上跟大家聊天 有时候还是用电脑展示关键内容的方式跟大家沟通 好 我们直接跳到这个文档里头来看 首先这个PDF文件就是所谓的美国的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 这是还有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电子签名哈 这个这个文档是不能够修改的 好 直接先看啊 这个法案的全称就是所谓的啊 防止美国公民受所谓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的影响 这样的一个法案 那么到底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有什么样的定义啊 我们先看一下准确的定义内容 我们直接跳到定义的部分啊 好 这边直接就是definition了 就直接相关的这个定义 那么这个定义里头呢 首先这部分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被外国对手控制的这个实体 到底是怎么来确定 啊 这边就给的给出来的定义就很清楚哈 这首先这个covered company or other entity 你的这个啊 放在这个框架里头的企业或者是实体啊 要不然呢 就是被这个所谓被外国对手国家的所公民所持有的啊 当然这个外国对手国家实际上是有非常清晰的定义的啊 就是俄罗斯中国啊 伊朗和朝鲜这四个国家被美国定义为外国对手 那么好 要么就是被这个外国的这四个国家的公民所控制 或者是呢 你公司的总部是在这四个国家 还有呢 就是你的principle place of business in 就是你主要的业务是位于这四个国家 换句话说 说你在这四个国家里头有非常大的业务 除此以外呢 最重要的一点啊 这边需要跟大家highlight出来的 就是你这个企业是under在这四个国家的法律下去organize的 为什么担心这个企业是在被这四个国家的法律监管下所organize 那么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企业最终他build up起来 不是在这四个国家的法律下去organize的话 那有可能根据这个法案 就不会被认定为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的公司 那大家想一想 TikTok的总部在哪里 总部在新加坡 那么按道理来说 TikTok他整个的组织是应该是在新加坡的法律下所组织的 但是现在实际上美国并不承认 美国认为TikTok是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所组织管理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换句话说 也有可能未来是一个存在转机的一个可能的窗口 就是如果说TikTok不想全面转让股权的情况下 又想达到这个法案的要求 那么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能够让美国相关的部门认为 好 现在TikTok你不是在中国的法律下去organize这个企业 而是在新加坡的法律下organize这个企业 那么这个就应该是可以通过这个法案的审核了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潜在的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 那么实际上我在上个星期和凤凰网连线的时候 我也谈到了这点 只是当时因为节目是在国内播放 所以我也不好谈的太清楚 我只说有没有可能在新加坡成立一个实体 然后这个实体呢 又比如说是由和字节跳动相关的这个新加坡公民 或者新加坡居民所持有 然后呢 TikTok的股权转到这个在新加坡的这个实体 然后把TikTok及相关的母公司彻底变为纯粹的新加坡公司 那么当然了 这中间肯定还有很多这种双方甚至多方需要商谈的地方 才能够真正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股权控制方式 对吧 但是最起码在这个法案里头实际上是有机会去找到这样的一个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点的 另外一个点就是有关到底字节跳动 那他毫无疑问是一个这个跟中国法律组织下头的公司 那么是不是字节跳动必须要把百分之百的TikTok拥有的股权全部转让出来 实际上的答案是不需要转让百分之百 那么在这个法案里头 我这边还来出来 他这边写的实际上只要求说你这个外国对手国家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股份是少于百分之二十的 那就可以 所以换句话说真的 一旦说字节跳动选择转让TikTok的股份给其他国家的公司 那并不是需要转让百分之百 只需要转让百分之八十或者转让百分之八十多一点点 就只要保证自己的股权是低于百分之二十的 那么也可以满足这个法案的要求 根据这个字面上的这个理解来说是这样的 所以同时法案也这个字面上的含义 实际上也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一定要美国公司去收购相应的股份 答案一定是不 不是一定要美国公司的 那么按照这个法案的本身的文字描述 就是只要你的主要股权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股权 是由除了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之外的国家来进行控制 那么就能够满足这个法案的要求 包括欧洲的包括甚至中东的新加坡的 那理论上来说都是OK的 所以看到第一手的信息 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法案的方向以及它的边界在哪里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走 好 这个是有关这个外国对手国家控制的实体 然后具体到这个法案里头相关的这个application 控制的这个应用描述是什么 这边给出来了 Foreign Adviso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 外国对手实体控制的应用 那么这边呢 就写的非常实了 上来就直接写字节跳动 直接写TikTok 然后呢 除了给出的这两个名字之外呢 还给了就是它的这个子公司 或者是它的这个就相当于相关的企业等等 或者是字节跳动 即TikTok控制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好 那么这个就直接表表明了 这个法案就是针对TikTok和字节跳动的 那么 最终 这个Covered Company 除了字节跳动和这个TikTok之外呢 它还可以是由总统 这个提出来的 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有非常显著的这个significant threat 非常显著的威胁的企业 那么同样可以被定到这个法案里头来 那当然这不是说总统就可以直接指定了 当然还需要有一个这个public notice 就有一个公开的确认这个企业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流程 跟报告 对 给这个congress的报告等等 所以呢 这个法案既是针对字节跳动和TikTok的 也同时可以扩展到这个 有必要的话 它可以扩展到俄罗斯中国 伊朗朝鲜 这四个国家所关联的其他的企业 好 我们再往前看哈 回过头来再讲 那么实际上这个法案里头做的相关的限制 有哪些呢 相关的限制是两个方面的 第一个方面呢 这边写了哈 禁止相关的事项 第一是提供service 去distribute 分发维护和更新 这些applications 那么就换句话说 这点是直接针对app store的 这个就不用说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针对这个所谓的internet hosting service to enable the distribution maintain或者是updating of such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for users 不光是你的应用的分发 还包括你的这个互联网的相关的服务 这个服务有可能是支持分发 支持维护和支持更新一些相关的信息 换句话说 现在甲骨文提供的这个语音服务 那么在这个法案里头 也是属于这个会被禁止的服务内容 然后 违反了这个相关的服务 它会有什么样的罚款 民事罚款 首先 如果你是违反了A的话 就是你app store 如果说提供了 被禁止的这些应用的 这个分发服务的话 每个用户会罚款5000美元 那么对于提供data and information的服务的 这个所谓的互联网 托管服务或者云服务的每个用户 服务的每个用户罚款500美元 大概是罚款的标准是这样的 好这个是法案的核心内容 大家基本上就比较清楚了法案的边界在哪里了 然后 接下来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一个呢就是 TikTok 它到底它的股权结构是怎么样的 首先TikTok是百分之百 被字节跳动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那么但是字节跳动本身呢 它实际上它的股权结构是这样的 之前我应该也讲过 这个是TikTok美国公司 就是专门去运营 美国业务的这个叫做TikTok US Data Security 就是跟甲骨恩合作的那个业务实体 它的网站上给出的明确的 这个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股权比例 百分之六十是这些 这个Global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这些全球的投资机构 包括就像这个BlackRock 贝莱德 范大西洋等等 那个海纳 然后百分之二十是由这个公司的Founder 所持有 然后百分之二十是由雇员所持有 包括七千个美国员员工 换句话说TikTok全球员工持有 哦不是TikTok 是字节跳动的全球员工 持有字节跳动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那么当然字节跳动的员工里头 也包括TikTok的员工 所以这七千这个美国的员工 实际上是以TikTok为主的员工 所以股权结构是这样 那么至于王菊提到的所谓的黄金一股 就是中国政府所占有的黄金一股 其实不是在TikTok这边 黄金一股是在字节跳动下面的子公司 就是北京抖音 那么因为抖音本身是在中国国内运营的 而且北京抖音是这个直接承担抖音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的业务运营 所以呢它作为一个准媒体平台 那么它就需要接受所谓的政府的监管 对吧 因为你媒体本身是有相关的特殊的要求的 所以有百分之一的股份是在 不是政府直接持有 是由政府相关的国企持有的 那么类似的这个股权安排除了抖音之外 还包括像腾讯 以及阿里的一些和媒体相关的业务的企业里头 也同样会有 所以这个讲一下 起码从公开的这个披露的信息来看 TikTok和百分之一的所谓的政府占有的黄金一股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接着看 TikTok值多少钱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关心的 TikTok目前的估值现在肯定是没有公开的数据了 但是我在前两天的英国金融时报里头 看到这么一段描述 TikTok去年全球的收入大概是200亿美元左右 那么大概的估值呢 差不多接近于1840亿美元 那么其中字节跳动 他自己的估值大概是2600亿美元左右 那么这个字节跳动估值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字节跳动去年年底的时候 从离职的雇员手上回购股票的时候 按照回购价格推算出来的企业的估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目前字节跳动绝大部分的估值是来自于TikTok的 你看2600里头的1840亿都是TikTok 所以毫无疑问TikTok是字节跳动最大的一个资产 所以呢 如果说真的要被收购的话 我相信收购价格一定是 起码是在1500亿美元以上了 就算会有所折价 但也不会折的太多 当然这个是指的全球业务 美国业务不知道有有多少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他起码现在没有看到具体的数据说 美国这部分的业务估值是多少 我估计美国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吧 也不会太太少 那么这个是目前TikTok全球估值的情况 好 再看啊 华尔街日报给了一些有关TikTok运营的数据 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 这个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主要的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使用的这个时长 日均使用时长 TikTok目前是时间最长的 超过唯一一个超过一个半小时 所以可见TikTok的这些用户粘性有多大 平均每天97分钟 YouTube稍微少一些 大概是一个小时20分钟左右 YouTube跟TikTok 基本上是为二两个超过日均使用一个小时的 毕竟都是视频命名吧 年薪会比较大 然后Facebook接近一个小时 Instagram就稍微少一些 Snapchat接近30分钟 Pinterest就更少了 Pinterest毕竟是文本为主的 但年薪没有那么高 然后主要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美国季度下载的排名 可以看到TikTok从2020年以来一直都是排名第一的 这个毫无疑问 它在最近几年风头实在是太近了 好 相关的数字广告收入的同比变化 这个是显示 它在变现方面的这个增长速度 TikTok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冲在最前面 每年它的广告收入增长是三分之一 就比上一年要多三分之一 所以非常快 Instagram也很快 但是跟TikTok相比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只有17% 像Facebook YouTube都是很成熟的 所以每年增长个位数的广告收入 这个是正常的自然增长 就互联网的行业的自然增长 因为它比本身整个社会GDP的增长是要高的 因为互联网行业本身就是比社会平均的这种GDP增长高得多 然后比较惨的就是Snapchat现在是在跌 至于X就不用说了 马斯克已经把X折腾得要死要活了 2023年的广告收入比2022年大概跌了超过一半 但是注意TikTok在2023年以来 它的用户数实际上还是有些变化的 就是现在慢慢碰到了天花板了 当然碰到天花板的原因很复杂 不完全是它本身内容的问题 更多的是由于面临封杀 所以有些用户开始转向其他的短视频平台 包括Rails包括Shorts YouTube的 实际上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两个平台 它的推广的力度比较大了 可以看到2022年一季度 它的增长还是超过15% 肯定是遥遥领先毫无疑问的 然后从2022年这个三季度开始就处于收缩的状态 然后到整个2023年基本上都是收缩 到了2024年年初和前一年相比是收缩了5% 那么其他的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健了 YouTube Facebook Snapchat都是处于一个最多就是不增长吧 基本上也不会往下掉 真正从高速增长突然转到往下掉的就是TikTok 所以应该说TikTok现在就算没有这个法案 现在出来 但是对于整个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生态来讲 大家对他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心 就是觉得后面运营起来会不会就真的是碰到这个不可控的因素 所以TikTok的一些网红 现在也在逐渐的把自己的这些重心转向其他的平台 希望在其他平台上尽快接 就是能够把TikTok现有的这些这个流量给接过去 好 那么表示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个成人 表示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个百分比 TikTok全部人人口占美国的三分之一 然后呢毫无疑问核心就是在这个18到29岁 超接近三分之二的年轻人都用过TikTok 而女性呢又大大高于男性 四成的女性用过TikTok 而男性只有四分之一 你看到30到49岁里头还是有差不多四成的人用过 所以TikTok确实是在年轻人群里头 在女性里头 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好再看哈 在有关资讯获得方面 那么TikTok现在的确也是增长的非常快 那么这个是PO调查 是在2023年从9月25号到10月1号 市场调查的结果 那么他调查的是这个 按照不同年龄组来划分的 可以看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 在30岁以下的有regularly get news on TikTok 那就很厉害了 你想想30岁以下的美国成年人有三分之一是定期的从TikTok上获取新闻 你想你想想差不多有40%的美国年轻人 如果再大一点的话 再小一点的话 60%的美国年轻人每个月都用 然后他还在上面regular获取新闻资讯 那毫无疑问 TikTok在新闻方面的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这就不只是一个娱乐平台了 更是资讯获取的一个平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确实很担心 因为他纯娱乐 你怎么折腾都可以 对吧 但是一旦到了这个资讯获取甚至直接获取新闻的这个方面的话 那他的影响力自然也就会暴露出来了 而且他的增长是非常迅速的 你看啊 这是TikTok2020年的时候还只有五分之一多一点的人会从TikTok上regular的去获取新闻 到了2023年已经有4成了 所以如果这个 鞋率非常抖的这条线继续往上走 比如说再过两年可能就60%了 那又这个更多的年轻人会通过TikTok来获取新闻 而他的这个增长是几乎压倒了其他所有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包括你看 X是往下掉的 Facebook是往下掉的 Reddit算是平的吧 YouTube是平的 Instagram是往上涨的 Next Door是往上涨的 退迟涨一点 但是也比例也不是很大 这种比例又大涨的又凶的就是TikTok 所以这也就理解为什么美国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以及政客会这么紧张TikTok 好 这个是有关这个从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取新闻的按照这个demographic的profile来划分的 中间这6全部都是TikTok的 这边我标出来 首先TikTok在TikTok上获取 YouTube31% 然后其他的就基本上没有低于30%的了 对吧 那LinkedIn肯定最高了 六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了 High School or Less 42% 你看其他平台没有超过40%的 所以TikTok就是女性居多 年轻人居多 低教育水平的居多 然后呢 西班牙裔的高 30% 其他没有哪那个平台是超过25%的 除了除了Instagram稍微高一点 接近于TikTok 所以Instagram和TikTok还真的蛮像的 所以TikTok如果真的被封了的话 最大的收益者毫无疑问就是YouTube 就是Meta 好 这个是TikTok相关的资讯获取的状况 然后呢 这个是平均使用市场 再看这个商务方面 这个电商方面 Social buyer growth is slowing on some platforms 然后TikTok你看从2019年到2023年 这个美国用户曾经在这个平台上买过东西的 就是比如说在TikTok上 就是通过TikTok shop买过东西的 在2023年直接跳到了37% 甚至说已经超过了Facebook 所以它的商业变现是非常厉害的 想想也非常容易理解 你看中国在这个直播带货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经验 所以很多东西这些各种各样的小的knowhow 拿到美国实际上都是可以用的 因为人性都是相通的 所以在这方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 这个时间点是TikTok已经有了足够的用户的base 已经有了足够的流量 要尽快把它转化成为收入 并且构建这个直播电商模式 渗透 甚至在美国现有的电商格局里头 打出重要一块的关键时刻 有那么一年 再有一年两年的时间 TikTok一定会切出很大一块 而且这个赛道是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 不管是他现在的短视频竞争对手 Meta或者是Google 还是传统的电商竞争对手亚马逊 都跟他的玩法都完全不一样 都根本追不上 所以再给两年时间 TikTok在电商方面一定能够涨起来 但是没有这个时间了 有关的这个Total Daily Minutes in 2022 现在TikTok的时间还是低于这个Facebook的 但是应该Facebook是在往下掉 所以TikTok预计在2025年会超过Facebook总的时间 因为TikTok现在的单用户 就户军时间毫无疑问是超过Facebook的 只是因为Facebook的用户量太大了 所以他总的Minutes是肯定离Facebook还比较远 但是总的Minutes如果都超过了 那就真的是变成毫无疑问的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 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 TikTok到2025年一定会成为整个美国社交媒体的一哥 对吧 就是这样 好了 相关的这个数据图表就给大家展示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方便的话可以评论区留言 点赞转发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